Samuel是第一次战争的回合 当兵权的独立师在抗战时 我觉得他非常好做 非常感激 据说真正把星爷这个称号叫出圈的 是洪金堡 在洪金堡叫出那一声星爷之前 尽管从豪门夜宴里的曾志伟到大傻程奎安 港片业内已经有很多人管星爷叫星爷 但周星驰在大众层面最广为人知的称号还是星仔 直到有一次业内聚会上洪金堡对周星驰说 星仔叫大哥已经不能代表你现在的影坛地位了 叫星爷才得 有了这位影坛大哥大概章 星爷这个名号就此落地 洪金堡叫周星驰星爷 分量自然不同 王金在拍摄大上海时 曾说能受得起周润发一跪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老爸王天林 一个就是洪金堡 当年洪金堡在片场和星爷偶像李小龙较量功夫的时候 星爷还在偶像的鼓舞下 对着家里的油锅炼铁沙掌 要不是星妈叫停 观众可能看不到俊才星驰的喜剧之王的表演了 然而正是这位盖章星爷的港片大哥大 因为功夫和星爷留下了一段恩怨往事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功夫之后再无功夫 20年来 除了墨镜王的一代宗师 华语电影能拿得出手的唯有两部功夫片 正是洪金堡都有参演 并担任武术指导的杀破狼和叶问 在此以后 流量们的唯美慢境统治一切 而洪金堡和星爷也都老了 如果星爷不失言 功夫应该会是少时习武的周星驰 一生中主演的最后一部功夫喜剧 而近期报售的洪金堡也大概率无法像叶温二一样 再和甄子丹站在桌子上大站300回合 别说洪金堡 去年56岁的甄子丹都说 叶温四十字极最后一部功夫片 功夫讲究全怕少壮 可是少壮在哪里 当年七小福中的大师兄洪金堡68岁 成龙66岁 最小的元彪都62岁 而周星驰57岁 功夫 两个字 一横一束 可惜那场功夫恩怨背后 竟藏着港产功夫片的终极宿命 洪金堡和星爷的恩怨真相如何 圆滑一语道破 周星驰第一次被人叫星爷 是在1990年的赌胜中 他饰演的左宋星在关键时候出场 被吴君如说了一声星爷道 当年赌胜火爆一时 斩获4100万的票房 打败成龙洪金堡成为当年票房冠军 十数年后 当周星驰真的成为星爷 却没想到会和洪金堡引发一段港片公案 当年星爷的功夫最初的武术指导是洪金堡 传说两人吃饭商量剧本 洪金堡一口一个星爷 最后周星驰无奈地叹口气说 还是叫我星仔吧 然而这场合作只进行了三分之一 片中铁线拳 五郎八卦棍和弹腿的那场对打 是洪金堡设计的 那也是周星驰和洪金堡沟通后的结果 然而当所有东西都拍完以后 周星驰只说了一句 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事后洪金堡曾对外界说周星驰脾气不好 还说周星驰一个电话 直接叫他不用去了 那句吐槽星爷的金句正是来源于此 不可以只当自己是人 当别人是狗 但这个故事其实是个罗生门 后来有知情人士爆料 其实洪金堡走后周星驰 给洪金堡打过好几次电话 但是洪金堡说自己被咬了好几个包 需要去医院治疗 无奈之下周星驰只好找来源和平顶包 但洪金堡方的说法是 当时正值炎热夏季 刚拍摄了几个片段 洪金堡身上已经被钉咬了很多大包 只能向巨组告假去医院治疗 虽然两人因功夫而闹得不关而散 但周星驰还在电影《尾声》的时候 还是加上了洪金堡的名字 并且给了他应格的片酬 分文不少 当年有人问袁和平对星爷的看法 他表示我不觉得周星驰有多么的难相处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真正一语道破玄机的 或许是另一位跟着 华语功夫片走遍千山万水的袁华 他在采访时说 其实他们两人之间不能说谁对谁错 周星驰的想法很跳跃 有时候大家昨晚商量好的戏 今天早上周星驰就把他全部否定了 甚至把之前的戏都删了重拍 一次两次还好 经常这样 洪金堡怎么受得了 但是周星驰对观众的把握的确很准 他能清楚地知道观众要看什么 喜欢看什么 更关键的是这句话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老二的 也许这才是对这场港片罗生门 最合乎情理的解释 也许有人会问 洪金堡不能忍 为何袁和平就能忍 这个很好理解 别忘了袁和平这个天下第一五指怎么来的 当年和徐克拍《黄飞红2》 老怪的想法多如天上繁星 摄影指导换了九个 整整拍了八个月 袁和平所有要求全部满足 和李安拍《卧虎藏龙》 李安要周润发和张子怡在竹子上打 袁和平气到说这是文人说大话 结果还是有了经典的竹林对决 跟王家卫拍一代宗师 王家卫把叶问徒弟梁绍红找来 没开拍就和袁和平扛上 梁绍红把头一摇地说 你看过真实的对打吗 都是一招过 你打人家一拳没打着 下一秒就是你倒下了 袁和平就反问 一两招就完事 你会买票刊吗 就这么吵 戏还是拍下来 梁绍红还夸袁和平真是第一无止 袁和平在跟周星驰合作功夫时 也出现了意见不合 2003年 红金宝半路离开功夫剧组后 周星驰便邀请袁和平担任该片的武术指导 可在听完周星驰设计要求后 袁和平并不看好 并反问周星驰都这个年代了 还玩80年代那种淘汰的六指琴膜 好迷惘啊 什么来的 罗斯琴膜 因为在袁和平看来 周星驰提出的那种琴异画刀的设计 都是他父亲袁小田那一辈完剩下的 如今这个时代就该玩那种硬桥硬马 拳拳到肉的动作戏 类似于红金宝所设计三大高手VS斧头帮的情节 但周星驰毕竟是老板 袁和平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竭尽所能地帮周星驰呈现出最完美的故事情节 后来成片剪好后 袁和平由衷地感叹了一句 功夫包含了功夫以外的东西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袁和平眼里拍戏就是第一 所以袁和平能忍的 但身为大哥的红金宝自然忍不了 然而造话弄人 后来媒体在问红金宝 他的说法是当时生病 剧组没有办法才找人顶班 那些往事都是媒体夸大 安安怨怨就这样随风落赛 港片功夫江湖 其实周星驰接受采访时 也回应过跟红金宝的安怨 说对红金宝的武术指导很满意 我并没有炒掉红金宝 是他因健康为理由自行离开 所以我打电话找了袁和平 周星驰最后还说红金宝真的是很优秀的 不管怎样对于我们观众来说 谁拍的电影 谁指导的动作都无所谓的 我们只在乎电影好不好看 显然功夫这部剧没有让我们失望 一直到现在都让人津津乐道 而故事中人则随着往事一并进入了时光的缝隙 无法捕捞 港片最灵活的胖子不胖了 成龙不能打了 功夫片也老了 还是多珍惜现在星爷的笑容吧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